我們是天氣女孩Weather Girls 大家好,我們是天氣女孩Weather Girls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先自我介紹好了 好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氣女孩的妞妞 妞妞 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歡迎Mia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氣女孩的隊長Yumi Yumi是隊長,大家要記住 身高比較高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氣女孩的嗨醬 嗨,嗨醬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氣女孩的Ria 嗨,是Ria 好,大家都已經都認識她們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考考大家 還記不記得住她的名字 如果答得出來的話,我們就送那個 最近好像有那個送什麼大金什麼空調對不對 是要送那個嗎?沒有送那麼好就對了 大金空調的DM一張 DM一張 來,抱雨可以 真的喔,等一下會考我 好啦,那我們先聊聊 因為現在是放暑假的時候 那今天又是來參加紅星智慧的公益活動 那要不要先分享一下放暑假的經驗,由誰來講 放暑假呢,比較有趣的今天就是 以前放暑假通常大家都會忍到最後一刻 才開始寫暑假作業 欸,你的暑假作業是寫中文的還是日文的 是寫中文的 喔,寫中文的 我是台灣人 喔,因為你知道你們也有一段時間都在日本嗎 對,沒有錯 其實公司沒有給你們放暑假就是了 沒有 完全就是每天都是寫作業寫不完就對了 沒有,就是工作啦 工作,然後我們沒有再放暑假的 對 了解,好 所以是拖到最後一天才寫作業 對,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寫 那個時候的心情是怎樣 就是看有沒有同學寫完什麼 還可以互操 你不要交回小朋友啦 這是不好的示範啦 非常好 嗶,嗶,嗶,妳再繼續講 嗶,嗶,一直在消音這樣子 對,不好的示範,不好的示範 了解,那我們再聊聊看好了 剛剛是暑假作業都拖到最後才寫嘛 那有沒有誰是大人一直在提醒你說 暑假你要小心啊 這個不行做那個不能做的 有 爸媽會一直提醒我們不要去海邊或是河邊玩水 對 因為夏天大家都會想要去玩水 就是太熱了 但是因為就是常常會看到就是有浪啊 把小孩捲走啊 對 對,什麼之類的 就是沒有人大人在嗎 沒有大人在 所以因為我們暑假哪會想要大人跟在旁邊 我們一定是自己 對啊,都甩開他們對不對 對啊,誰要他們跟在旁邊 沒有啊,我們交回旁邊 所以Yumi,妳那個時候放暑假 然後大人提醒妳不能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妳有沒有偷偷做 我就只好沒有告訴他們 但我還是去了 然後呢 但我還是很健康的在哪裡 現在還在,好開心喔 安全很舒服 但是就是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如果真的天氣不好的話 妳就還是盡量掃泡這個河邊 好,這個時候我要來看看 如果剛剛是家長已經提醒說 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那如果誰現在已經是家長的身分 妳會阻止小孩子做哪些事情 妳想一下好不好 如果我是家長的話 我會很怕跑去網咖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泡一整天 然後整天就不寫作業 然後一直打電動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泡網咖了 有,我跟妳說 現在我們還是有網咖 真的嗎 我以為小孩家家都有電腦 對啊 而且手機 網咖是不一樣 對 然後他們喜歡連線跟 就是一起比賽的話 還是喜歡到網咖 如果很斷線的話就是 所以現在還是常常會有一些 不是新聞 就是不知道就是在網咖裡面暴斃啊什麼 所以我會很擔心是真的 了解,這是Mia媽媽的那個心情 心聲就對了 然後剛溺水我也是很擔心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因為我家裡海邊很不近 所以我會偷跑去海邊玩 所以小時候不小心叛逆過 真的喔 真的真的 因為海流很危險 它會突然變來變去 所以是妳跟幾個人一起去 我那時候跟幾個同學 大概三四個女生 那妳溺水的時候 妳的同學們都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被我抓下去 跟妳說掰掰 沒有,她是被我抓著 然後我就沉下去 然後一直把她抓下去 所以今天妳在這 代表妳同學已經 還在 還在 我以為她已經不在了 我很好幸運可以在這邊跟妳共識 好,那除了這個發生意外的經驗 還有沒有誰有發生過意外的經驗 例如放暑假的時候 我有一次放暑假的時候 因為媽媽在做生意就比較忙 所以她沒有空帶我去游泳 可是因為暑假就會一定非常想要游泳 是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拜託拜託說 妳讓我去游泳 然後我媽媽就說 好不容易答應 就說好,那妳自己去 自己去 可是呢 她就告訴我說她怎麼坐公車 因為我第一次坐公車我可以坐 然後媽媽就跟我說 妳就坐到總站 然後我就說 總站是什麼 她說 就是 反正就是很多人下車的時候 大家都下車 遲到沒有人的時候 妳就跟著下車就對了 好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就坐上公車 然後沿路一直看 趕快看看看 那個時候車上大概有多少人在 講到這個時候 那個車上只有五個人 只有五個人 對 然後好死不死的 他們全部一起在某一站下車 然後我就跟著看著大家 然後講說 是這裡嗎 媽媽說大家都下車 跟著下車 我就趕快下車之後 所以那五個人下車的地方 不是總站 不是總站 就是某一站 然後大家就全部一起下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那麼有默契 那妳呢 我就坐在最後面 看著大家一個一個走下去 我想說 大王如果要趕快下車 她也下車了 我就跟妳下車了 一下車之後我想說 這裡是哪裡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之後 看到兩個阿嬤走過來 阿嬤 對 那時候我大概才國小四年級而已 然後我就跑去找阿嬤 我說阿嬤那個游泳池在哪裡 然後阿嬤 阿嬤應該一臉狐疑的看著妳 兩個阿嬤就這樣子 游泳池 然後就開始聊 就講了討論一下之後 討論一下之後就說 阿嬤阿我帶妳去那裡 然後她就帶我去警察局 警察局裡有游泳池是嗎 沒有 她就帶妳去泡茶 走私了 然後後來我就被媽走了 然後就很緊張的來 可是是媽媽給妳錯誤的訊息 她就跟我說到總站 因為她沒想到說 既然 她沒想到說 既然大家會一起在某一站一起下車 而且如果你剛好上了那班公車 公車上如果又沒有人的話 妳是不是一上去馬上就下來了 所以那時候 因為小時候不懂總站是什麼 就以為是某一站 譬如說我要到故宮博物院站 然後就會有一個名稱 所以我一直以為總站是一個站名 然後後來媽媽都講說 反正大家在下車 你就跟著下車就好 所以我才嚇一口 妳也還好 幸好車上沒有遇到那個睡著的 妳知道嗎 睡著會從起點站坐到總站 又坐回來 有這種的喔 沒有睡那麼久 好 這是妞妞的慘痛迷路的經驗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講到說 因為今天我們是要跟小朋友 一起幫助很多小朋友去籌目 暑期的三餐的餐費 你們知道現在小朋友真的很辛苦 他們在學校 雖然有學校提供的營養午餐了 可是你們知道早上要不要吃早餐 要 晚上也要回家吃晚餐 那現在放暑假很慘喔 連營養午餐都沒得吃 就是三餐都一起減肥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孩子們一起做一些 好吃的披薩跟一些美味的食物這樣 那既然要講到做食物 有誰有下廚的經驗 那因為大家都有簡單的下廚經驗 大家都 我記得我第一次煮飯的時候 是國小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有出一個作業 就是母親姐要做菜給媽媽吃 那老師說的做菜 就可能只是什麼小小的沙拉 那種自己拌一拌 那我把它想複雜了 我就開始做蒸 對我想太多了 我就開始做蒸蛋 做蒸蛋 太誇張 我做蒸蛋 然後我就自己亂弄 因為我完全不會 我就憑著印象 就亂弄 把廚房整個弄得亂七八糟 都會有甚麼 我把廚房整個弄得亂了 我不是說太多了 那就是自己去煮飯 因為我都不想吃 那就是我 我還是在做煮飯 我也是很煮好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不是想吃 那就是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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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